有幾個地方啦 當然我也會問你們 就是那個靖明 你在現實中有買股票嗎 有 那 你接觸股票多久了 接觸兩三年 但是操作的次數很少 很少 所以你應該是買了就放著 那也不知道 買進點啦 買進點知道 就是傻傻的玩這樣子而已 因為我有看到你 對股票是看不懂的 應該是看不懂啦 應該是看不懂 要不然就是 你對股票是害怕的 我不知道有沒有啦 你自己覺得呢 老實說第一章那時候 我那時候想說把本金拿來操作於房子 我知道 我有看到你是想要這麼去做 我想把我的重點就是 注重在房子上面 不動產方面 那你為什麼會有這個想法 因為股票在走 在我現實認知 我的框架裡面股票在走 跟房地產在走 房地產的利率是比較高的 我才能趕快滾出一筆 大的資金去做大買賣 OK 投資 就是理財缺什麼補什麼 裂去這部分 當下的你 都對喔 你們做的對 反正有學到的東西最重點 那 你第一張買了兩次一聽 你為什麼會去買那一張 那一張好像你是跟蘇伊買的 你看到哪一個點去買那一張 那時候因為步驟也會想快想說 竟然二次一聽又 覺得不說其實 事後是有點後悔啦 因為那個我覺得 投資報酬率 就掛我 溢價的成本跟買的成本 然後到 後面它一直都存在我的身上 完全沒有替我獲利到 後面我買我是覺得蠻後悔的 因為我覺得二次一聽的 投資報酬率好像不太高 所以你也是 不知道 看不懂 就去買了 嗯 對 啊你 你 買了 你知道你什麼時候 財富自由的嗎 其實在我做 做進第二次買的那個 企業的時候我就覺得我好像跳出去了 但是那時候我還走了三輪之後 我才回來詳細的計算了一下 才發現我已經跳出去了 對 好 嗯 應該是這麼說 目前你這個的階段 你目前這個階段屬於在投資的無資期 它有一個期 就是說我對投資啊 我對理財這塊 你達到哪一個階段 你懂嗎 嗯 大概是無資期 但是如果架構方向對 它還是可以自由 但是會 當然會失去一些機會 為什麼會這麼說 你看 因為有些東西 像你說 兩次一聽 我 你買了後悔了 嗯 如果我是你的 那時候的當下 齁 我是不後悔 還好我 我會說我做這件事情 還好我說這個是一個天道的機會 但是你的心得是後悔的 如果是我 沒有他喔 沒有後面的 你去想 你找尋一 你去尋一下一 沒有他 兩次一聽 你說他慢 你說他頭包力小 沒有那一件 對 這個 嗯 你會挑出來嗎 你會財富自由嗎 你算一下會嗎 沒有那一件嗎 不會 是有一點問題的 再來 你有發現到你買小企業 嗯 訊息來了 你不知道啊 你買這個企業 你是亂投資呢 你是好運呢 嗯 你懂嗎 你不知道那個 那個小企業他會帶給你什麼 你也不知道 有沒有你是亂投資的 OK 對 我是亂投資的 亂投資的 所以你訊息來了 你好的 好消息來了 你不知道 但後面你有聽到 那當然是 你自己掌握出這個機會了 那個 那也是一件不錯的一個 當然 我們不討論技術 只是 你要去 你一定要找到那個 我今天如何去跳出來的 你們的心得裡面 一定要去寫說 這個過程 我哪一個紀錄 我在腳印 我哪一個紀錄 我看到什麼 趕快寫下來 趕快到妹妹寫下來 然後 然後 我們在做心得分享 然後去回顧 到底我這一生 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從我每一次的 六十分七十分五九十分的 遊戲中 去反映 每一 每一剎那發生的事情 那種感覺 就會像是 現實生活中 你看我們學東西 我們都跟倒一輩子學 我們會學歷史 學 古代歷史 清朝 有沒有 我們為什麼會看那些 因為 就是回顧他們的一生 然後我從他們的經驗當中 去學東西 是不是這樣子 然後這遊戲中 你也要如此 維護我的一生 我這一生 就這這麼幾年 我做了什麼事情 那我的結果 是怎麼樣 我結果是更辛苦 還是更自由 你懂嗎 從每一次的一個 一個訊息 每一次的發生 然後去反思自己 你要找到這種能力 這種能力 你一旦有了 你到現實生活中 你就會不斷的進步 你遇到什麼學 看到什麼都學 這樣子 OK 先這樣子 你的部分 那個是 我問你一下 股票 你能拿到一張股票 MYT資源 你沒有投資 為什麼 你說就是 你今天有投資股票嗎 沒有 你為什麼不投資股票 因為 那個時候 我想要把 就是身上的零錢 都拿去買 那 可是我算零錢 算太慢了 已經走了好多 好多圈了 所以我想說 應該就不能買了 我就把它放回去了 那你今天有遇到很多股票的機會嗎 都是在高點 只有那一處是低點 有幾個部分 我會看到一個東西就是說 太過保守 然後 嘗試 去做一個嘗試的那一種 跨出去的那一種 態度 還沒完全出來 害怕 有一點恐懼害怕 有一點失去那個狀態 狀況 你懂嗎 有一點那個狀況外 我是看到這樣子 那還有就是說 我是建議說 不管怎麼樣嘗試 多方做嘗試 因為我們是 要去遇到這個失敗 然後去學 不是說一定要獲勝 嘗試 你前面都可以做一些嘗試 不然的話 你都是用你目前的思維 你目前的框架去做這件事情 當然 也要反映出來 反映出來 反映出 我為什麼會這麼做 是因為我的框架問題嗎 那還有 兩個人的一個共同點 就是 對那個資產副代表 跟收證票的邏輯概念 還是不熟悉啊 你們被罰了多少錢了啊 有沒有 那個是不熟悉的 你如果不熟悉 到第三關 絕對跳不出來 一定 因為他第三關的速度 你就要加快 而且你的精明度要夠好 而且你要馬上看到他自己 然後你要看懂他的機會是什麼 你懂嗎 所以你的基本功 你的寫的順序一定要紮實 齁 那 什麼叫基本功 你要紮實 你這個 你要記住 我買一個房子 買一個資產 一定從資產開始寫 資產 然後有沒有貸款而已嗎 有些沒有 有些有 對不對 所以這兩個先寫 先寫資產 然後 先登記嘛 登記好你的房子 然後有沒有貸款 對不對 好 那他是收入 他是有賺錢的 還是要繳房貸的 有些是收了房貸 然後去繳利息還有多啊 有些是收了房貸繳利息不夠啊 有沒有 所以如果是多的 就是寫在於收入 那收入這邊 我們又把它分成 他是暫時收入 還是非公司收入 那如果他是非公司收入 你這個非公司收入 第七格在寫嘛 那總收入有沒有增加嘛 那月薪金流量就會增加嘛 就叫做淨收入會增加嘛 所以你只要順序對的話 慢慢的把這個邏輯 印在你的那個增值裡 好不好 那如果我買一個房子 他是支出呢 就是在這個支出這邊 一間增加嘛 然後總支出增加嘛 然後願薪金有減少嘛 所以你這樣子減喔 收入減支出 或者是總收入減總支出 你的願薪金會是正確的 所以為什麼會請大家寫 加加減減 前面的加要加 減要減 你才會知道這個收入 這個限定料是增加的 有沒有 好生孩子也如此啊 我生了孩子要不要先去辦一個戶口登記 所以加一嘛 只是名字叫加一而已啊 然後你的支出就會增加了 你的西巷嘛 然後這裡的總支出 就是你的總total就會增加嘛 然後你的總支出增加了 你的月薪金流量就會減少了 所以這裡減 這裡就會等於月薪金流量啊 你邏輯要通喔 你才會知道 這個東西的產生 買東西或者是生孩子 或者是一個支出 然後他的錢是怎麼跑的 這樣子知道吧 那還有卡片的內容 你要去念他 你要去熟悉他 為什麼 因為他就是有錢人的語言啊 我買一個房子 我不會扣貸款 他明明今天講 要加你扣貸款 你幹嘛扣成本 他已經告訴你扣貸款了 他沒有加你扣成本 你自己去扣成本 那為什麼你會想要去扣成本 因為我們沒有接觸到這一塊嘛 在市場上 我們沒有買賣過嘛 沒有接觸到嘛 所以我們不懂啊 我們想說哪個錢 那卡片的成本 我真的 哪是 你懂嗎 這樣就會錯了 你就少領好多錢 要知道 這一次是先這樣子 我們接下來 進入再一次 OK 幫我關掉一下